《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 你们抽签分地为业的时候,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做圣区 长十二公里半,宽十公里,整个地区都是圣的 其中要有一块作为圣所之地,长二百五十公尺,宽二百五十公尺 四面见方,周围再有二十五公尺做空地 你们要从所量的圣区量出一块地来,长十二公里半,宽五公里 其中要有圣所,是至圣的地方 这是整个地区中的一块圣地,要归给那些在圣所里供职 亲近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做他们房屋之地和圣所之圣地 其余的一块地,长十二公里半,宽五公里 要归给在圣殿里供职的立位人,作为二十间房屋的基业 你们要划分一块地做成的基业 宽两公里半,长十二公里半 在所限的圣区旁边,归给以色列全家 归给君王之地,要在所限的圣区和城的基业两旁 一块对着所限的圣区,一块对着城的基业 从西边那块地的西面边界,到东边那块地的东面边界 长度与美支派所分得的地一样长 这地在以色列中要归给君王做基业 我所立的君王都不可再欺压我的子民 却要按支派把地分给以色列家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的君王啊,你们所做的该够了吧 你们要除掉强暴和毁灭的事 实行公平和公益 不要再掠夺我子民的产业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用公道的天秤 公道的良气 量固体的依法和量一体的罢特的容量要相同 以霸特等于赫梅尔的十分之一 以伊法也等于赫梅尔的十分之一 都以赫梅尔的容量为准 重量单位的以色克勒是二十几拉 二十色克勒加二十五色克勒和十五色克勒 就是你们的一名啊 你们所当信的贡物是这样 以赫梅尔小麦要信以伊法的六分之一 以赫梅尔大麦要信以伊法的六分之一 现有的规定是这样 要用罢特来量 以科尔要信以罢特的十分之一 原来一科尔等于十罢特或是以赫梅尔 因为十罢特就是以赫梅尔 从以色列肥沃的草场上 每二百只羊中要信一只羊羔 这些贡物要做宿祭、凡祭和平安祭 为他们赎罪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国中所有的人民都要奉上贡物给以色列的君王 君王要在节旗、月朔、安息日 就是在以色列家一切规定的节日上 奉上凡祭、宿祭和奠祭 他要预备赎罪祭、宿祭、凡祭和平安祭 为以色列家赎罪 主耶和华这样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取一头无残疾的公牛犊 竭尽圣所 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生的血 抹在殿的门框 祭坛台上的四角 以及内院的门框上 正月初七日 你也要为犯了误杀罪的 或因愚谋而犯罪的人这样行 为圣殿赎罪 正月十四日 你们要守逾月节 节其共七天 期间你们要吃无效饼 在那一天 君王要为自己和国中所有的人民 预备一头公牛做赎罪祭 这节其的七天 每天他都要为耶和华 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头 和公绵羊七只做反祭 他每天又要预备公山羊一只 做赎罪祭 他也要预备肃祭 每一头公牛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线上 每一只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线上 每份十七公升的细面 加油三公升 七月十五日 守节的时候 他也要这样行 照着逾月节的赎罪祭 反祭 素祭 和油的条例去做